独家直擊賴清德萬里老家違建 竟然有憲兵助手 而賴皮寮現在更成了打卡熱點 記者再度前往直擊 現場不但出現了觀光人潮 大家都想窺探賴家大花園 不料卻遭到特勤勸阻 雙方當場起了口角 甚至還被派到疑似特勤人員 在打掃對面的花園 而藍軍怒轟 這簡直是特權中的特權 中式日前 獨家直擊賴清德老家違建 竟然有憲兵助手 遠景巡邏後 現在賴清德老家 在網路上變成賴皮寮打卡熱點 甚至出現觀光人潮 扯的是憲兵們不但幫忙顧維建 還幫忙保護賴家私自圍住的花園地 他們家裡說不能客氣 換誰上廁所 我 以前不會綠車上 但最近我買了新粉棒 不進去 越講我又愛進去 後面加蓋又加蓋 國家憲兵幫賴清德保護維建顧花園 賴辦說是國安特勤勤務 但根據維安特勤條例 只有總統候選人的住所跟居所 才能安排特勤 網友大罵憲兵跟警察的勤務 竟然是幫副總統顧維建 簡直天大笑話 專家更說 憲兵任務是負責軍記 跟保護援手 來顧維建實在太離奇 蔡英文有好很多間房子 每一間都要派個憲兵守著 所以這根本就是非常荒唐 什麼樣的情況需要憲兵來 第一個中正紀念堂 第二個中通戶 第三是國防部 第四個是賴皮療 賴清德這件事情已經荒謬到 世界四大奇觀 更有人派到疑似憲兵特勤 幫賴家打掃對面花園 但賴辦否認說 都是由賴家親友打理 但仔細比對 照片中兩名掃地的男子 穿著黑色制服跟皮鞋 身上似乎還別著名牌 跟記者直擊的特勤 打扮有九分七四 網友大虧難道賴家勤的清潔員 裝扮也要學特勤 我才要哭呢 那憲兵領的是誰的錢 不是你賴家的錢 那是我們的錢 而且他出來是當兵的 不是當你的清潔人員 再聽一次賴清德說 自己的老家是這樣 我們家的主委證明 是拖廠的工業 再看一次他家不只兩層樓擴建 網友還直擊賴家用花盆圍起的花園 猛然一瞧 簡直像別墅花園洋房 和賴清德口中的破爛 實在天差地遠 市府證實這花園也登記在賴清德兒子名下 換言之國有地瞬間成了賴家私人土地 這是特權中的特權嗎 賴清德說當初礦工僚是棄存違建不得已 但當地居民這麼說 那邊有一千戶的礦工 全部都被國有財產局給趕走 這一個就沒人敢動 副總統級的違建工僚 長胖長高還長出個大花園 有國家特勤當警衛 還有特別的黑衣清潔工打掃環境 不知道百姓能不能有同域 記者張宥慈王志恒 SNG小組台北採訪報導 連枚 百姓 數字幕 分別